亚洲最前线世界商机一把抓 全亚洲的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周玉琴 欢迎收看亚洲最前线 首先带您来关心今天的财经焦点 美国破获最大宗的黑心食品炸片案 洗蜂蜜食品厂商大赚黑心钱 中医养生疗法受到欢迎 带出庞大的商机 财经旺焦点 稍后深入点评 今日我最赚来看 一百多年历史的 普世蛋塔创始店 由修理研发食谱流传到 现在口味没变 每天大排长龙 冬天就要到了 那么台湾的火锅商机 超过百亿元台币 不论是麻辣锅 还是传统口味的羊肉炉 姜母鸭生意都是好的不得了 但是吃多了容易上火 反而伤身 那么在今天的财经旺焦点 我们除了要教您 冬季养生如何正确食补之外 同时也要带您来看看 究竟中医养生的商机有多大 我们先来关心全球股市的表现 本周美国联准会将召开 月度例行货币政策会议 不过投资人所关心的焦点 是企业财报 尤其是聚焦于苹果和脸书 上周五美股 道琼纳斯达克红盘作收 那么欧洲股市方面呢 在今天开出红盘 截至北京下午四点钟 应得发三大指数上扬 亚太股市方面呢 在今天的表现 日元贬值 日经指数大涨了2.2% 韩国股市也是大涨13.75点 港股收涨108.24点 截至北京下午四点钟 新股海峡 马来西亚 印度股市 全部都是上扬的局面 而在大陆股市的走势方面呢 看到的是成交量微缩 不升两市 走势脾弱 上证指数冲场为不上扬 深圳A股则是下跌作收 而台湾股市的表现呢 今天也是收红 30家法收会在本周要登场 台股今天受到了热钱涌入而走高 中场上扬61.21点 占下了8400点的整数关卡 食品厂商造假大赚黑心钱 现在来看看美国的这个例子 美国FBI前一阵子 刚扫荡美国史上最大宗的 黑心食品诈骗案洗蜂蜜 德国厂商从大陆进口劣质蜂蜜 串通台海两岸贸易商 重贴产品标签 那么掺入了糖蜜等等东西混冲 然后呢再运到美国销售 逃税金额超过53亿台币 一些蜂蜜还被发现 含美国禁止的抗生素残留物 而这一场洗蜂蜜骗局 竟然已经是起了长达11年 食物供应链是如此的脆弱 人们已经不知道到底吃的是什么 蜂蜜骗局恐怕也只是冰山一角 黄澄澄香甜蜂蜜开启一天火力来源 美国是全世界最大蜂蜜消费国 每年需要4亿磅蜂蜜 大量用谷类走餐 面包 饼干等食品 但美国本土的蜂蜜产量 只距离1亿5000万磅至2亿磅 于是有黑心商人看准商机 进行了一场洗蜂蜜的全球大骗局 很多人都不知道 从哪里的蜂蜜来源 不总是从标策上来源 美国FBI最近成功扫荡史上 最大食品诈骗案 揭发德国ALW公司 跟台湾大陆的黑心商合作 从大陆进口大桶蜂蜜 运往海外各地 头天换日更改产地标签 再漂白销往美国获取暴利 这种洗蜂蜜的手法 就跟洗钱一样 轻松逃避了1亿8千万美元的关税 折合台币超过了53亿元 根据蓬勃商业周刊调查 ALW找来大陆和台湾的顷客 集合大陆地方个体户养殖的蜂蜜 运到俄罗斯 南韩 印度等东南亚国家 过滤掉蜂蜜中含有的大陆产地花粉 让人无法验出原产地 然后掺杂了果糖 香料 控制是韩国的白蜂蜜 从产地成分到香味说明通通是假冒的 他们卖黑心蜂蜜已经长达11年 如果有美国厂商拒收 他们就罪走别的买家 1997年大陆曾经出现严重蜴害 几乎没有蜂巢性免 但养蜂人并未摧毁蜂巢 而是以有毒的抗生素绿丝菌素杀菌 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就表示 长期食用将会导致人体再生障碍性贫血症 美国人吃了多年来路不明的洗蜂蜜 食品产地出现一花接木 花了银子也伤了健康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 过去30年来 全球贸易额成长率大致是国内生产毛额的两倍 然而近几年来成长率大幅度减少 与GDP差距快速的缩小 全球经济成长出现了停滞的警讯 根据WTO以及IMF预测 明年全球贸易额成长4.5% 全球经济则是成长3.6% 美国联准会本周将召开决策会议 但是却有越来越多的人 关心美国的通膨升得不够快 由此可以预见联准会在看到 通膨升温的确实迹象以后 才会启动量化宽松政策退场与紧缩货币 除了联准会不乏经济学家指出 美国经济目前正需要通膨增温 以逃出已经长达5年的成长疲弱 以及高失业率的困境 《华盛顿邮报》报导指出 美国欧巴马总统提名联准会副主席叶伦 出任下一届主席 在国会遇到了阻力 立场倾向查党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保罗扬言 除非遵照他的附带条件 通过集合联准会法案 否则他将封杀任命案 第九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在昨天闭幕 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在致辞的时候 直接提议 台湾大陆主管两岸事务的官员 应该要尽快互访创造机会 而互访的最佳时机呢 可能可以选在两岸两会互设办事机构的时候 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也立刻的释出善意 看似抛出一个问题 但实际上是突破两岸关系 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帮忙铺路 找到陆委会和国台办互访的最佳时机 两岸两会从没到过对岸访问过 如果成行两岸关系再度大迈进 吴伯雄主席还邀请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来台看一样 双方释出善意 尤其两岸福贸还没过关 大陆哭等台湾政府甘着急 但不影响后续的两岸货品贸易谈判 虽然只字微提马习惠 但福贸协议什么时候过关 加上提议主管两岸事务的官员能够主动互访 成了这次国共论坛的讨论焦点 中文新闻潘涛与中文报道 大陆总体经济主体回温带动工业利润攀升 大陆国家统计局公布最新统计 随着销售增长加快 出厂价格回升以及成本下降 九月份大陆规模工业企业利润达 5588.9亿元人民币 年增18.4% 创下今年的单月新高 统计局资料显示 今年前九月在41个工业行业之中 36个行业利润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仅有5个行业下降 这显示出整体工业行业的表现不俗 获利稳步增长 美国再次出手保护国内钢铁产业 美国商务部日前宣布 对于从大陆捷克德国日本韩国波兰和俄罗斯 进口的取向电工钢发起贸易倾销的调查 数字显示 美国去年从大陆进口的取向电工钢金额 是120万美元 从其他六国进口的金额 从510万到3820万美元不等 上个星期 台湾的央行总裁彭怀南抓到外资炒汇突英 转交给金管会处理 不过呢 却让立委质疑 央行不过只是一个纸老虎 彭怀南今天在立委的面前向炒汇外资宣战 他表示一定会稳定新台币 就是真的怒了 央行总裁彭怀南向炒汇外资宣战 强调捍卫稳定新台币波统决心 证明外资一再向央行挑衅 资金多出进出台湾 却没有依照当初约定买股票 让彭怀南火大 揪出炒汇外资 杀鸡儆猴交给金管会确认身份 最严重注销资格 不过却让立委质疑 央行只是个纸老虎 他们汇进来 从来没有买过 有大证券 再汇出去 再汇进来汇出去 所以他的行为 已经跟他申报的 所填报的目的 完全相反 跟你申报进来 结果我们也不知道 他是不是假外资 第二个我们 卓恩华自己没有处分办法 然后就交给金管会 那金管会到现在为止 也一而不决 那我觉得这个处理 可能是有点问题 有媒体报导 外资炒汇金额 达一千多万元 但是彭怀南 证实与事实不符 而且落差很大 坚持不肯透露 证明外资身份 与炒汇金额 不过向外强调 绝不会让外资 影响汇率 但是对于近期新台币 大幅升值 企业频频向央行喊话 让新台币 贬值到三十亿元 彭怀南透露 在供给大余需求之下 汇率一下子贬这么多 在国际金融社会 也不能被接受 要怎么对社会交代 言语中透露 汇率短期内 要通过贬值救经济 似乎不太可能 不过彭怀南有信心表示 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率 渴望保二 难道2.2% 台湾景气能否复苏 企业关心的就是彭总 愿不愿意松手贬值 经济成长 景气数字 能不能比南韩好 记者吴嘉文 邱晋寅台北采访不到 经常往返于两岸的旅客 又多了几种航空的新选择 大陆第一家民营廉价航空 昨天首航上海到台湾的高雄 打出单程只要人民币199 台币不到1000元的 10个促销票价 而此外 日常的上海飞高雄来回票 也只要7000多元 这跟一般市面的票价 比起来便宜大约三四成 只是飞机上 并不提供任何的餐饮服务 连行李的重量 都有严格的限制 敲落打鼓热烈 欢迎大陆廉价航空 首航上海直飞高雄 打出10个促销座位 单程只要199人民币 台币不到1000元的 超低未税票价 而其他的座位 来回也只要1540块人民币 相当于台币7000出头 比一般航空公司便宜了 三到四成 既要照顾好老大哥 也要照顾好老百姓 我们的成本低于人家 20% 30% 所以我们的价格呢 总是会低于人家 20%和30% 为了庆祝首航 春秋航空特地找了会讲台语的 空服员 噱头十足 廉价航空票价虽然便宜 但规定严格 行李限重15公斤 就连随身背的都得称重 机上也不提供任何餐饮 喝水也要用买的 Local两个小时以内不需要喝水 或者是自己进了航空站以后 再买一根水喝药 没什么不可以啊 时间比较短 所以没有吃的也无所谓 如果是回来的话 就是行李15公斤 恐怕是会有一点紧张 除了春秋航空之外 大陆另一家平价航空吉祥航空 11月1号也将首航高雄 来回票价约1万台币左右 而最热门的航线上海到台北 两家公司预计12月就会开通 直飞航线 中天新闻吴明山李振华 上海台北综合报道 在台湾名下持有超过三栋以上房产的 高达66万2000人 税捐机关计划展开清查动作 针对持有三间房以上的多屋族 租屋网站还有邻近学区的租屋 都将纳入查税的追查重点区 三十岁就开始买房子的赵先生 当业务打拼赚钱也不断制产 短短不到十年 已经持有超过三间以上的不动产 乐当快乐的报租公 只是听闻政府计划 针对名下持有三栋以上不动产的人 展开查税 他不以为然 税捐机关准备已持有三间不动产以上 租屋网站以及学区附近的租屋展开调查 都因为一百年度 全国五百六十六万个所得税申报户当中 列报租金扣除额就大约占了六万三千户 核定租金扣除额53.2亿元 占1.83兆元 列举扣除总额比率 竟然只有0.2% 也难怪财政部大动作 针对租金查核 目前全台湾拥有三间不动产以上的屋主 大约有六十六万两千人 只是单单租无客就占百万以上的台北市 势必会成为追查的重点地区 记者正人中林轻易 台北开放报道 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 缅甸对外开放是新兴市场的后起之秀 不动产价格持续的飙涨 顶级办公室租金飙到了平方米100美元 远超出东南亚 比方说像新加坡等其他国家的租金 房价狂飙已经促使舆论要求 政府赶快兴建更多的大楼 吸引潜在投资人 因为缅甸欠缺明确的司法制度 基础建设和合适的人才 已经让许多的投资人打了退堂股 广告之后回来今天的财经旺交点单元 我们要看看中医养生疗法受到的欢迎 更带来庞大的商机 而东令进股正是时候 让中医师来教您如何吃补才正确 欢迎您回到亚洲最前线的财经旺交点 在今天我们要来先聊一聊中医养生的商机 我们知道中医除了在保健食品 还有中医美容之外 现在因为这个社会趋于老龄化的关系 所以银法族的商机也正夯 这块商机究竟是有多么的大呢 而现在我们也知道天气慢慢变冷了 药材纷纷大涨 东令进补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不伤荷包 而又不会补过头呢 在今天我们节目现场 特地邀请到台湾知名的中医师 吴明珠 吴医师来告诉大家 欢迎吴医师 郁清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 我想我们今天一开始 先从银法族来切入 银法族其实现在呢 他们也很注重养生 那事实上银法族越来越多了 大家呢 现在也非常关心的 就是说到底银法族 要怎么样靠中医去调理 做正确的养生 我先请教一下吴医师 您其实在诊所问诊 也常常接触到这些朋友们 那么这些银法族 他们现在常常找你 他们的问题多半都是在哪一些呢 也就是说你除了刚刚说的一些 中医的一些美容啦 养生 也就是你看你的 我们的银法族有刚刚开始灰的 然后呢 到了中间 白的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需要补的 或者是养生的这些药材 或者是食材 就越来越缤纷 包括我本身也开始进入这个银法族 你就发现说 看不出来 那其实呢 这个银法族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中医呢 这个药材它其实有分 在这个我们的神龙本草经里面 它有分上品 中品 下品 自古它就有分到 我们就说 那这个老人家啦 当然吃的都是比较上品的 那我们的五骨大概就是我们的中品 它也是算我们的这个就是 食养兼具的这个部分 还有就是医物 我们的医疗这方面也会用到 所以有一些五骨类的也放在里面 比如说我们的士神 比如说有些人都是虚不受补 一天到晚 你给他吃的大补了 他就什么 拉肚子给你看 有的老人家一天给你拉个五次 你给他吃补 那就是火上加油 对 就没办法 那这个时候呢 一定要从这个肠胃来调理 那肠胃调理你看 我们的这个士神里面有这个莲子啦 山药啦 芡食 这些你发现它其实是什么 都是五骨类 是 可是它就是我们的什么 中上品 对不对 可是我们中医 有些到年纪很大的时候 他除了要补之外 你看他爬个楼梯 像我现在手上的会有一些case呢 他可能都是八九十岁 是 那他很幸运啊 他这个像那天来的一个是 先生已经九十几岁了 他带了差两岁的太太 太太也也是八十几啦 是啊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就是什么 连爬那个楼梯啊 就很喘 对 然后他跟我们说 他说 我太太最近一字不清楚 他就有时候跟他讲话 发呆这样子 对 他就一把脉 注意力也不集中 然后呢 有时候小朋友 人家说老人跟小孩子一样 你给他开的太苦的药 因为有些人你要虚不受补 脾胃要调 那如果你给他吃说 我给他先补一下 那个有些补药呢 他基本上还是味道比较重的 老人家就小孩子一样 他就不要吃 是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要怎么样 从这个脾胃来调理 而且那个干瓶的 然后你把它脾胃调起来 第一周第二周 到了调了一个月 开始把一些补药放进来 你就发现 这个九十岁了 他会帮那个八十几岁的代言说 我太太现在晚上 会比较有力气 比较不会一直爬起来小便这些 你会发现补生药才放在我们的这个 补中气的这个部分后面 一步一步把它调起来 然后那个九十几岁的 那个乌鸡上啊 就他有他的问题 他的问题是什么 他常常觉得 他会手脚冰冷 对 他胃口很差 是 他干什么都不爱吃 是 那你家媳妇呢 煮了衣衣满桌的 媳妇也很孝顺 儿子也很孝顺 带来 说 我说 今天换了那个媳妇啊 有时候是女儿 他就说 谁在上班 那你就发现媳妇也很用心 就煮这菜 我说 煮菜要愿意吃吗 就没胃口 所以他的原因并不是在于 这个食物不好吃 是 他看起来就是 那就是 那我们 我们比较 这个比较传统一点 我们中医写 那叉 那叉就是吃进来 他就看起来都不爱吃 不好吃 就食欲不正 食欲不正 所以我们怎么样 把这个食欲的这个方面 给他教成 他有一个 肠胃上的一个需要 所以这个部分会解释 所以脾胃其实在 我们这个中医这个部分会调到 我们刚刚提到 怎么样进来 让他这个食欲进来 好吃又觉得 吃进来能够吸收 对 因为年纪大的 真的 你不要说记忆力不好了 注意力不集中了 其实呢 好像做什么事情 也觉得都懒懒的 然后气好像也比较虚一点 代谢又不好 所以呢 我请教一下这个吴医师 您刚刚也特别提到 就是说 你要用一些方法去替他调理 那么普遍来讲 对于银法族来说 他们最需要的 可能最常用到的是 哪一些的药材 是不是也因此 因为这个银法族的这个商机 我们看到越来越大了 这一些药材的这个需求 也增加呢 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 我们刚刚提到 那个九十几岁的 这个银法族 你会发现 这已经是白法族 全部都白法的 那他呢 除了怕冷之外 食欲不正 你会发现脾胃啦 心气也不足 他走一点路就 好喘喔 好喘 我说Vister 你们在二楼 有没有电梯可以坐 比如这样讲 那你就知道 他这个气虚了 可是你跟他调一阵子 你就需要 知道这个 一定要给他吃一点 生类的东西 那这个人参的东西呢 如果刚好这个病呢 本身有血压高 或者是说有一些什么 高血压之外 还何必有痛风 那你就 你这生类的东西 你就要开始选 你不能说 反正这个补嘛 就给他吃什么 高利参 高利参还要吃那个 我们高利参有分天地良 他有分一个品 这个一个等级的 把他最好的放进来 他总没错了 不行 虚不受不 也不行 所以我们可能刚开始的时候 会从这个调理脾胃之外 就开始 他调理一个肾气 然后呢 在肾气的时候呢 比如说 刚刚腰膝酸软啦 爬不动啦 膝盖很紧啦 尤其是在这个 北风一吹 天气一冷的时候 他除了这个 我们刚刚说的 还会很胖呢 还关节 哦 腰好酸哦 这些都是我们的 脾胜双须的 所以我们就会用到一些 什么肚重啦 蓄断啦 然后呢 这些都是 甚至于还要 我们一吃 他就觉得很脏 因为那个 比较补的食物 或者比较补的这个药材呢 对他来讲 他也是个负担 所以脾胃调好以后 再把这些 酸类的东西放进来 比如说 我们像这个 这个就高利参 高利参 这个什么人不能吃 这个就比如说 血压高的啦 血压高的啦 而且说这个剂量 就医生要控制一下 怎么样的状况 比如说他可能在吃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吃一片 那或者是我们用的 根本 他这个很敏感 晚上那个血压高啦 口干舌燥 我们就给他吃的 就是西洋双这一类的 西洋双 那这个西洋双呢 你就会发现 他比较偏白 可是他比较滋养的肺因 还不错 有口干啦 或者是煤气的 那有时候粉光啊 也是在这个 这个 这个小朋友 比较 体力比较弱的 常常容易感冒的 我们也常常中医会用上 但是什么时间用上 用多少剂量 什么时间给他吃 那是不是要放在食物里面 有的时候 小朋友就是 因为他多少带点苦味 尤其这个西洋双 或者是粉光 那这个时候 我们可能就要教妈妈呢 怎么样去给他什么 对你点补品 看不到中药开 可是他的药 他的汤里面就有这个 亚洲人很会煲汤啊 尤其是台湾人也会 然后那个广州啊 这些人特别会 那当然北方有北方的 北方还会把这些药材都看不到 还会浸在那个膏里面 就是用把这些 比如说按照你的体质 那把了麦以后 你的身体里面 比如说需要的是一些 什么样的一个 我们可以说 就是比如说天门东啊 麦门东啊 然后还有这些 我们的西洋参 或者是这些东西 药材之外 把这些药材呢 都把它搅碎了之后呢 还要呢 用这个木耳啦 还有这个把它熬煮 那这个木耳 就把它拉湿 它就会这样粘稠度 还要加上一些什么 黑糖啊或者是麦芽 把它做成一种高脂肪 那高脂肪就是 你吃到秋冬的时候就开始 然后呢 到时候它就是每次一吃 小朋友吃老人家吃 就是一汤匙 两汤匙 然后在水里面和一和 早晚喝 它就觉得吃起来 就像糖水一样 甜甜的比较好吃 这个是我们刚刚说的 那种上品 可是呢 又不会量太多 那又有这个调理脾胃的 甚至有时候 还会有一点点姜品 这个进去 所以你会发现 中医的这个部分啊 除了调理老人家 除了调理这个小孩子之外 它有很多的剂型 因为这个这样 你就发现刚刚提到的 这个商机就在这个地方 是 而且还是要看 个人的体质不同 然后去针对它的需要 然后再开这些药材 它当然也有一般平补的 就是说 这些人都可以用到 试用所有人 试用所有的人 所以它的药材 可能就是这个种类很多 可是它的那个药材的剂量 都不会说太多 可是你刚刚说 那个九十几岁的 你刚刚用这种 一般的剂量 它要补到什么时候 都已经九十几岁了 效果太慢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 用一些其他的 把它抹一些的剂量 刚刚比如说 西洋参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 冬虫下草 就是放进去 甚至还会下一点 补剩的药材 因为它整个膝盖很酸软 腰也很酸 来的时候是驼着背的 对不对 这个时候 那还有 这些人心脏血管 都会比较脆弱一点 那血压甚至 他可能还在吃一些 西药的这个高血压的药 那你都要把它 成为虫盘看看 他吃了什么 甚至有一些 还会吃一些 抗这个中风的药 因为他可能有 这个心导管什么的 那这些你要 就要把这个中药的 有些东西的剂量 或者是分开 然后避免给它重复 这些都是 是 吴医师 其实我们今天好像看到 还有这个冬虫下草 对 还有冬虫下草 这个是四季都可以用的 不一定是冬天冬天进步 不是 他这个可以 老人家那小孩子都可以用 你看他就是冬虫嘛 就长得一只像那个 哦 对吧 对 这个才 这个就是变成 好像小虫上面 这样它要一颗一颗颗 冬天的时候就是 像个那个 夏天就像一个草 冬天就 那起来就是 我们一般都会把它抹粉 那有人把它煮汤来喝这样 煮汤的时候也不能浪费 也是怎么 最后的把它吃进去 因为它非常的贵 真品的话非常的贵 那当然也有一些 不肖厂商可能 用什么面啊 是可能面糊啊 就把它种这个样子 那就是假的 这个就是真的 你会发现它整个都有什么 有这个孔啊 有细胞的这种 那它有分很多的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品质 对 甚至你看手这样伸出来的 这个每个 这个这么大的也有 这个价钱太高了 所以我们基本上 都是用这种的就可以 因为它也是 它有这种药效嘛 这样 不过我们从肉眼 其实很难分辨 它的这个好坏真假 基本上是这样 但是现在唯品比较少 但是都是什么 当然是就可以给你 捏一个什么东西啊 比如说像这个 这个就 你看中间有 有一个颜色不一样的 它就给你 捏一个什么 酱糊啦 然后这个可以吃 这个 这个是 但是它不是假的 它是真的 这个我们就会把它挑出来 我们买的时候 就会有发现这样子 是 那这个是同样等级的 就把它放在一起这样子 那通常呢 有些人可以用到什么 像会有一个 东重下草的一种 用培养 实验式的 也会有 它也有一定的效果 什么紫实体啦 或者是那个菌状的那种 它非常多的这个 可是像我们中医师在用这些东西 就要选它的 有一个叫我们叫HPLC 就是你的实验报告出来 它就是这个东西 我们才可以去用它这样子 不会说随便用 那刚刚说的那些药材 也都是有一个验证的 就是HPLC 就是我们那种叫做 就是把这些东西 磨成粉 或者是说 它是有做那种 我们叫紫实体的啦 或者是 它做了以后 它做了益状的那种分析表 它就会出现那个表 就这样 那每一个药材 它或者是说 比如说黄奇啦 人参 它就会特定的一个什么 一个好像波浪的 或者是一个PIC 就是一个指标的这样子 而这个才是它的 就不能够用错药材 尤其是如果有些是在科学 中药的这一部分 它也都会标准的很严格 那在这种 真的那个 我们也会看到 就是这样子 它就是长这样 可是有些东西就怕它是假的 像燕窝就 它没有跑这种东西出来 可是你也发现说 有的像这种燕窝 是一年四季的 像肺因不足的 常常容易咳嗽的 或者以前有生过大病的 气喘过的病人 有些人他就会用到这个燕窝 是 那这个燕窝 就是你发现市面上 常常卖很多的什么燕窝呢 那基本上 良有不齐 良有不齐 那有时候还很容易被作假 是 因为它看起来就 你把那个叫什么 白木耳 是 把那白木耳把它泡过以后 然后把它用成 就是我们说的一种 对 把它用成这样 一个一个像冬粉的一个样子 有没有 它看起来也很像 我们说的燕窝 是 是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这个增瓶的时候 像我们这个时候 在泡出来以后 你就发现它上面会有一层 在洗的时候会有一层 黏黏的 因为其实观燕或者燕窝 在这个就是养燕子的地方 它就粘在那个屋顶上 或者是粘在那个角落 是 那挖下来的时候 它其实是什么 它一定不是这么干净 对 它就灰灰的 还带个毛嘛 那里面会有毛 口水 是 那这个时候要洗 那有时候比较那个 就是很耗功夫 是 那还有 有的人就想说 这颜色 卖相不好 他就给你什么 放个漂白剂 漂白剂放下去 它的效果就 你吃下去会伤身的 所以有些人呢 不是除了伤身之外 有在副作用 所以有人说 为什么吃了以后 他反而什么 气喘发作 因为他其实是对他的那个漂白剂 过敏 或者是对他的防腐剂过敏 是 对 所以等一下呢 我们当然继续就要来谈一谈 那现在其实天气慢慢变冷了 大家对于这些药材的需求 增加的情况之下 价格一方面涨 但同时我们要特别对症下药 怎么说呢 你可能在冬天 常常会出现的一些毛病 我们要怎么样 透过正确的食补跟药补 等一下回来 我们继续请教 林医师马上回来 欢迎你回到亚洲最前线 今天的财经旺交点 我们来聊一聊的就是 到底天气变冷了以后 怎么样才能够正确的 透过中医的方式来养生了 在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吴明珠中医师 好 刚刚其实吴医师跟我们讲了很多 就是说在冬天 我们其实比较常常会利用到的一些药材 还有就是银法族 他们其实现在也很需要 但是呢 我们如果来讲到比较年轻的 中壮年的上班族们 其实呢 也很需要注重养生 现在天气慢慢变冷了之后 可能会更觉得说 好想要来补一补 好 但是呢 又问题来了 一补了之后呢 就发福了 补过头了 这个问题就很大 我想现在请教一下这个吴医师 我们如果要在这个季节 要养生 到底怎么办呢 很多人说 我去吃火锅 但这个方法到底对不对 你要发现 吃火锅 因为吃下去就热乎乎的 看到它冒烟 你就觉得 哎哟 好暖和对不对 对 尤其是现在开始 大概过一下下 就从入冬啦 冬至啦 汤圆啦 你就发现 随着那个温暖指数越高的时候 你这个锅 这个怎么就出来了 对 但是问题是 锅吃了真的会胖吗 我不卷的哦 像我就很会吃锅 很快吃锅 对不对 那吃锅的时候 你就要选择 有一些对我们身体 比如说 哎 你要吃的是马拉锅 那当然它里面的 光光那个汤底 你就看到很多的油嘛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可能吃到一些养生锅 那养生锅里面 可能会有一些 我们说的一些中药的 一些药材 是 除了药材 也有一些养生的食材 可以在这个时候可以吃到 所以我们把食材跟药材 来放进去的时候 你可以 如果在家里DIY的话 你也可以把一些 我们刚刚说的一些养生的 包括一些粉光啦 或者是说我们这黄芪啦 那甚至有一些 你会发现吃起来 特别温暖的 老姜给它放进去 那老姜 光光老姜下去 你就觉得什么 很温暖 对啊 现在很多人 喜欢吃姜母鸭 那些店生意都好得不得了 没错啊 可是你就发现 你去A店吃那个姜母鸭 吃下去回去 就觉得口干舌燥 然后甚至身体 就有哪个部分 只要有发炎的地方 都不对劲 或者是女生就冒痘痘啦 冒痘痘 或者是说 又痔疮啊 这些极花 就不舒服 那甚至有一些晚上 口干舌燥 晚上要爬起来喝水的 那这些就是种 有点给它补的不是很均衡 那有一些 B店感觉上吃得还好 你就发现 它的锅子里面 比如说 它可能还加了一些什么 比较清凉 或者是我们就吃阴的 里面加了一个豆浆啦 或者是加了一个什么 甘蔗汁啦 这些它都比较吃阴的 对不对 那甚至于像我个人就是 可能我13 我吃这个锅 26换一块 不要老是同一个锅 那吃回来 我还要什么呀 还要做一个什么 让它身体的代谢 变好的这个锅 不是锅 自己当个锅 就是给它泡泡沼 是 但是对老人家来讲 你可能在泡沼的时候 就要有人在旁边 就是你说 你要进去泡沼 或干什么的时候 你要注意一下 如果说你已经超过70岁 那这个吃完以后 休息一下 要泡沼或泡脚也行 这也是让它代谢 那您刚刚提到说 年纪比较稍微年轻的 或者是壮年的 那这些吃完以后 它有时候还要什么 它还要去狂欢一下 如果没有马上睡 它这个部分热量 也会什么 它用掉 可是用掉的时候 当时它就这个晚上 如果搞到三更半夜 两三点 你就发现 它不止补回去的 晚上还有这个肝火 就开始上来 所以吴医师 那你不吃姜母鸭 不吃麻辣锅的话 那您都吃什么锅 我会吃姜母鸭 但是我会 但是我的姜母鸭 可能我的汤就会什么 会选择 不是会吃得那么大的老姜的 可能会加上一些 像这些锅我可能都会吃 可是我会把那个菜放进去 比如说冬天的铜烤菜 然后因为我不太喜欢吃大白菜 因为怕身体比较凉 我会吃高丽菜 甚至于我还摆一些什么姜放进去 你就发现这个部分 就会比较平衡一点 然后吃完我不是也会是稍微去动一动 走路回家或者是说泡泡一个澡 让它流流汗 做每一天的一个平衡很重要 那还有就是说 有的时候我甚至于 真的没时间去吃这些锅的时候 我就会用一点中药的一些药膳 自己比如说像最近这个季节 刚好在秋冬的时候 就有一些水参 水参就是像人参 可是它是一条一条 没有去给它就是泡制过的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加点这个 比如说蜜枣 红枣 狗啦 狗棋子啦这些 然后把这个参放在那个电锅里面 然后把这个我们这个土鸡啦 或者是这个鸡腿 然后你怕胖 你把那个鸡腿的外面的皮拿掉 对不对 然后就把它弄好一点 先汆烫一下 汆烫一下以后就很简单 把这些药材都放进去 放到锅子里面 放到里面要把参也放进去 然后不要放下去直接煮 那你就直接煮 你就发现等一下就是什么 那汤都灼掉了 所以汆烫好了放进去 放到我们的电锅 那电锅里面呢 在里面盖好 然后里面加五碗水 大概就是一千细细 把这些食材 因为你一个人吃嘛 大概就是如果你要吃两三天的时候 你就把它放上去以后 炖好 就是外锅放大概一碗半的水 跳起来以后 你就喝那个汤 但是不用嘛 就是把它喝完不用 你大概在睡前喝 那或者是说早上起床的时候 有些人打喷嚏啊 流鼻水啊 特别气虚的时候 你就早餐的时候 让它配一碗这个 你就发现喝下去 整碗很温暖 那刚刚那个药材 如果你是很怕冷的 我们再拍它一块老姜放进去 那因为它已经有这个 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鸡啊 鸡汤啊 还有加上一些水参 跟这一些 我们刚刚有一些红枣啊 蜜枣 所以它是有一点带甜的 所以小朋友吃起来也很好 所以我会吃这种 在这种当令的时候吃一点 然后呢 到再冷一点的时候 就会把什么 会当归啦 会摆进去啦 但是呢 因为很怕脸上 因为我们有时候就是阴虚火旺 常常会口干的 你吃太多补 它就会造成一个火气 所以就会把我们 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 这个艺人啊 四神的这些材料啦 然后山药啦 山药是一直都在食物里面 然后早上会吃点豆浆 这也是一个食材上面 调理我们的那种生气 因为它跟我们 因为我们 当然到了一个女生 或到了一个更年期的时候 它其实我们现在讲究就是 不要用那个特殊的荷膜 免得补到了我们不要补的地方 比如说像乳房啊 就长的东西出来或什么 所以这个就用食材来挑选 然后配合这种一般的体质的调养 是很重要的 是 那我们其实也很好奇啊 就是说 其实呢 在刚才一方面 我们是听到这个吴医师 用自己的实际的例子 来告诉大家 怎么样去正确的 透过一些药材 还有这个食材 来在这个天气冷乎乎的时候呢 正确的补身 不过其实重点是 真的要让自己生活 这个身体要暖和起来 是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因为好像也有听到 就是说 尤其像有些人 手脚比较冰冷 毛病就会比较多 那吴医师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 手脚冰冷 它其实是表示 我们的一个心气跟血气 比较不足 对 那还有就是说 在秋冬的时候 最大的一个寒气 我们知道六邪嘛 风寒 风寒 鼠湿 照火 那冬天就是寒 那这个寒气呢 会夹着我们的风进来 你看一风 比较抵抗力 你会发现 风一吹来 它就开始 不然就鼻塞 不然就打天气 对不对 所以那病人你看 我说 你今天这个鼻子是红的 我说你 你昨天去哪里玩 他说没有 我只不过玩两下 我以前都不会 你就知道他现在什么 天气 他自己也知道 他气虚了 所以我刚刚看了一个 他就生完一个小孩 他现在才36岁 生完一个小孩 小孩现在也才两岁多 他就说 我以前还没生小孩 这不会 我说你可能这个后面 月子可能 人家给你做得还不错 可是你后面 你把它用掉了 又要带小孩 又要上班 其实这气质 会被亏损掉了 那这个时候 要赶快什么 用一些我们把它调理 他说 以前有一阵子 调理的还不错 现在开始秋冬 他讲一讲 就开始又在擦鼻水 那你会发现 他根本没有咳嗽效应 就是对于寒气 我们刚刚说的 温度的变化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开始用一些 就是药材进来 把他的体质 只先阴阳平衡一下 把这个阳气 把它旺一下的时候 那再来就是 从食物上面 你就会发现 他什么 他这脏腑吸收能力 就会比较好 不然呢 吃什么补什么 他就拉什么 那也没有什么意思 文医生 我听到好像就是 多半都是 喝一点黄旗的水 这样子其实就是 补气的方法 对 在我们这个补气 有一个方子 叫做玉瓶风 玉瓶风散的这个里面 它就有黄旗 白竹 还有就是防风 那这些药材呢 在冬天都是很夯的 那除了这个防风 有一点点苦味 那黄旗它基本上是 比较偏甜的 所以有的人把它煮成水喝 然后加点这个西洋参 或者加点什么参片 反正有切参的 因为天气冷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开始 会加一点红参 这个放进来 如果它没感冒的时候还好 如果有感冒 感冒表持 就不行 每天把它病毒 也给补了 也不好 就变成 它就变成 会转变成喉咙痛 所以当你在生病的时候 这些补药 就要看情况 但是有的老人家 非常虚 你知道 它咳嗽咳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的时候 它该吃的药 我们说该吃的那些什么 消炎的 化痰的 抗生 它就还是照咳 冬天咳 咳得已经就 开始要喷了 要就是要气喘了 那这一类的时候 你已经就要什么 我们就元气太不足了 这个时候我们中医 如果一进来的话 我们就会开始给它什么 冬虫夏草 可能会进去 把他气给它养起来 它才有对抗 那个什么 我们说的病毒的能量 不然就前面吃了三个月的 这些我们说的 这种抗生素 对它来讲 它是 就老人家真的是受不了 所以一吃下去 它就会 有的会跟你开玩笑 说 不是啊 你是给我吃那个西药吗 我说 你不是西药吃了三个月 对 也就是说 它忽略到 我们人跟那个年轻 好中年 还有到老年的时候 这个气就一步一度 一路的往下降 往下摔 所以这个是把气补上来 一天不如一天 一天不如一天之外 还什么 还会招惹这些风鞋 或者是我们这些海鞋 所以你刚刚提到 那个寒气 就是这个时候 当你的元气不够的时候 这个寒气就扒着你不放 对 你就发现 很冷耶 人家就不用穿那个 你就开始什么 戴手套 穿的这个围巾 那已经就出来了 是 最后一点点的时间 那可是刚刚我们在讲的 这些用材 药材很好用 偏偏在这个时候 就是因为 这个大家需求增加了 价格就变贵了 对不对 最近好像涨得蛮多 对 每次啊 什么当归啦 人参啊 还有这些比较 我们就药膳啦 这些东西 对 这个事物啦 巴针啦 在这个时候 都会这样飘高 今年就已经 不是这样缓和的上来 如果说那个 像天气更冷的时候 它是这样 这价钱是跟着上来 是 然后等到开始 这个入春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再 慢慢的降一点 那有时候就 会觉得居高不下 是 所以啊 现在这个季节 其实还是要用对这个药材 用对药材 对 吃对 吃对 然后刚才呢 这个吴医师也特别提醒大家了 就是说 还是要看自己的体质 而重点呢 是 比方刚刚讲到了 生 生的选择 还有 冬虫下草 当你在比较虚的时候 真的是一个很好用的方法 非常谢谢吴医师 今天来到我们的亚洲最前线 广告之后回来 今日我最传的单元呢 我们透过镜头 带您到葡萄牙去看一看 一百多年历史的 菩萨蛋塔的创始店 常常最正宗而道地的口味 马上回来 欢迎您回到亚洲最前线 接下来在今天的 今日我最传这个单元呢 带您来认识 菩萨蛋塔 菩萨蛋塔是葡萄牙人发明的 曾经从澳门 宏到台湾 而这次我们造访了 菩萨蛋塔的发源地 要去尝一尝最正宗的口味 也特地呢 有记者去采访 有一百多年历史的 菩萨蛋塔创始店 这才知道原来 菩萨蛋塔是19世纪 修道院的修女 研发食谱 而一直流传至今 口味没变 每天大台长龙 这不只是一颗蛋塔 这是一颗流传百年的 菩萨蛋塔 落大空间里 弥漫甜甜奶香 来自世界各地的韬客 总要点上一盘蛋塔 再配上一杯 Espresso 才算来过葡萄牙 提到台湾的国民糕点呢 你一定会想到 就是凤梨酥 但是在葡萄牙呢 就是菩萨蛋塔了 这间蛋塔店 创立于1837年 知情营飘香超过百年 每天都是这样子 大排长龙 外头排队的人 全都在等待这个声音 经过高温400度烘烤的蛋塔 上头还在冒烟 老经验的女工不怕烫手 直接徒手剥除 抢在蛋塔冷掉之前 送到客人嘴里 相传19世纪 修道院修女将用身的蛋黄废物利用 做成蛋塔补贴收入 没想到大受欢迎 直到1820年自由革命 葡萄牙所有的修道院 都被迫关闭了 神职人员瞬间失业 修道士为了谋生 将蛋塔配方卖给一位商人 才有了这间专卖店 正宗的普世蛋塔用起酥面团做外皮 吃起来很有层次感 加入蛋黄鲜奶和糖搅拌的内馅 结果高温烘焙 糖分过度受热 表面产生的不规则交搬是最大特色 蛋塔秘方被视为最高机密 流传至今一百多年都没有改变 因为你说这是一个秘密的制作 但可能你能谈到一些材料 然后我们可以知道 什么是在内馆 这就是一个秘密的制作 所以我当然不能发现秘密 或我会被烧毁 但像这些蛋糕 你必须使用肚子 鸡肉 蛋糕 和糖 这些是最基本的材料 为每个蛋糕 也为这一样 然后我们有的魔法和艺术 我们有的魔法和艺术 在进入 然后出现这种特色的 特色的叫做 Pastelle de Blaine 我是德国人 我第一次来葡萄家 然后我来这里 因为我听说这边的蛋糕非常好吃 然后我也觉得真的很棒 然后我在台湾也吃过这个蛋糕 我觉得吃起来感觉不太一样 它真的味道很好 在网络我们没有那种甜甜的 我们在试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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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蛋糕 我吃了五个 他吃了两个 所以你 你吃了两个 很多人冲着蛋糕创始店的名号 不远千里而来 一个月40元台币的蛋糕 每天可以卖出两万个 蹲起来的高度 相当于1.5个台北101大楼 年销售额超过700万欧元 折合台币三亿 我們已經一年半改變了價錢 我們跟國際政府的投資增加 我們從95元到1.05元 那是我們現在貸貸的價錢 如果比其他地方和其他蛋糕還不太貴 但我們現在有20.000元 我們可以做這個價錢不太貴 葡萄牙陷入37年來 最嚴重的經濟衰退 失業率高達17.8% 其實很多本地人為了省錢 連一塊五毛的蛋塔都不買了 幸好觀光客依舊很同場 讓老店維持低價 仍然可以繼續升級 100多年前使用的老收銀機 老餐盤 老磅秤 至今都還保留在店裡 當作鎮店之寶 蛋塔店陪伴李斯本 將近三甲子的歲月 不僅客人從小嬰兒吃到當阿公 服務生也是從青春少年做到白頭翁 我我是川普 我工作在這個房子40年 這個是一個家 我一直在住我的專業 我喜歡住這家 所以我都在40年 曾經有人問 蛋塔店每天大排長龍 為什麼不開分店 答案很簡單 就是坚持品质而已 要外销出口 蛋挞必须冷冻运送 口感势必会变差 品质无法控管 尽管老祖宗 是发现新大陆的航海先驱 百年老店有自己的经营哲学 这是保守的顾好一家店 他们坚信只要品质好 无论多远都会有客人上门 谢谢周一看 今天的亚洲最前线 我是周雨晴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明天见